最近的香蜜可谓是让邓伦的人气急剧攀升,据说这部戏还是杨子让他接的。 他自己表示,希望能接到更多不同类型的戏,而不是只均密于言情男主。 但这次看来,只要你演得好,言情男主一样能打动人心。 不过人气上升之后,就有很多问题冒出头来了,首先就是感情问题了,之前就有传闻声称,金晨一似与邓伦复合。 金晨PO了一张牵手照,狩猎的字母挂式摆在正中间,是一个大大的笔,网友一看,各种脑洞开发,他俩不会是真的复合了吧? 当时分手闹得实在是不开心,双方展开骂战,而且当时邓伦团队攻关很差,被金晨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,光是被拍到的那段抽烟土坛,拍金晨屁股的动图,就让他挨了不少骂,以至于后来直到上爸爸去哪儿,都是先被骂,之后才招要好转。 有粉丝直接私信问了邓伦老板,也就是当时分手时帮他攻关的团队,老板直接愤怒放话,这辈子都不可能,两天机缘确实挺深。 后来了有一位邓伦水军,跑到金晨的一个街拍微博下评论,水军跑错片场是场势,但是直接被金晨挂出了嘲笑,包括后来民间传说的,当时被拍曝光也是金晨找人摆拍。 虽然无从证实,但也可以知道,两篇确实没啥可聊到啦。